今天晚上 以前總統的辭事 再一次表達 最深切的哀悼 前總統李登輝辭事 總統蔡英文深切哀悼 因為兩人在90年代就曾共事 身後情誼被外界形容 親如婦女 二月份李登輝住院之後 蔡總統固定每個月到醫院探視 深感不捨得 還有行政院長蘇貞昌 39年前他出入政壇 擔任沈議員 遇上擔任沈主席的李登輝 當時全家還跟李登輝留下珍貴合影 有非常多的機會時間 和他相處深談 甚至於到最後 病他旁都看出他心系台灣 你前總統了不起的 精彩的動人的一生 感謝他的貢獻 蘇貞昌每逢過年 也好幾度帶著女兒到翠三莊拜年 李登輝身為政壇大前輩 過去照顧提息的 還有前總統陳水扁 非常的悲痛 難過跟不捨 徹夜難眠 李登輝逝世 陳水扁內心當然百感交集 兩千年陳水扁當選總統 以及八年任期 受不了李登輝之源 不過二零八年國務機要廢案 陳水扁把李登輝扯下水 雙方撕破臉 直到二零一八年陳水扁 父子幫九十六歲李登輝 注射 雙方正式破逼 卻也成了兩人見上的最後一面 林前總統逝世政壇上恩怨情仇廣過雲煙 最終全化成滿滿不捨 現在新聞 潘九號馬鈴魂 台北報導 總統